下位 張超雄議員 文件圖顯示 這個儲物回收中心主要是針對離島和荃灣那邊 當然它的規模也不算大 每天都要200噸 主要似乎是集中在工商業的儲物 我想問 廚餘的運送 例如離島 會集中在哪些地方運到小蠔灣的廚餘中心 如果在荃灣區運送的路徑又會怎樣 還有先決條件就是這些工商業的廚餘先作源頭分類 在現在這個階段 這兩個地區的食肆或食品製造商 是不是已經有一個系統跟它做源頭分類 是 杏郭先生 主席 接收範圍 第一個廚餘處理廠就比較覆蓋範圍比較大 除了大嶼山 北面 青衣 荃灣 深水堡 西九龍 都是一個覆蓋的服務範圍 現時來說我們都看到 為何針對工商界先呢 因為它本身現時來說 廚餘在源頭裡比較容易分了出來 所以我們先集中處理這件事 我們有鑑於這些工商界對一些時間適應 我們在2010年已經展開了一個 跟工商界的夥伴計劃 正正邀請機構參與 去試行這些廚餘分類和運送 2010至今超過一百個二十機構 參加這些夥伴計劃 我們都有提供指引 測試運作 運作方面都是暢順 很多機構已經有這些廚餘分類的經驗 和運作的一些參考 我將來繼續和工商界 在未來這兩年 是敢合作 是推介這些做法 地點路徑有沒有一些詳細的解釋 路徑那裏 基本上都是經這個六路的 由千馬橋或者北大魚山 經六路送到我們那裏 第一就是你說的一百二十個機構 是否都是集中在這個處理的覆蓋範圍 有包括這個覆蓋範圍裏 也不是這個覆蓋範圍裏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計劃 早些開始讓其他機構都開始有這些經驗 因為我們不單止說第一個 第二個是在沙嶺 第三個是在石江 都是分布不同範圍 都邀請不同機構早些參與 那如果是一百二十個裏面有多少屬於 這個處理中心的覆蓋範圍 我手上就沒有這些細分類 但也不少是參與了 譬如好像機場 機關局 和一些青衣 和荃灣的商場 都是參與我們的計劃的 如果覆蓋範圍這麼大 我也擔心到 運送處理方面 會不會造成一些污染 或者氣味的處理等等 尤其是西九龍區 運到小豪灣的路線是不短的 那在這方面你們有什麼措施 我們在這幾年裡面 正正測試 除了在源頭分類 如何儲存之外 另一個很重要 就是測試 車的運送如何減少臭味 這些廚藝全部在蜜蜂的桶裡面 盛載著 車都是蜜蜂運載 這幾年裡面 其實運送路程都是相當長的 有些測線地點 法國在臭命方面 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解決得到的 OK OK